它隸屬於范蒂崗管制的一個地方 如果是范蒂崗一定有三重罐、兩把鑰匙 就可以看得到最上面了 然後接下來,我剛才說到住院會 住院會的標記是兩個手臂,中間一個十字架 那下面這個東西是什麼? 就是聖方記在這裡修復的教堂 那這教堂就帶我們進去 有一個小小的,這個是 就是打開一個盒子之後,裡面還有另外一個盒子 要想像,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方記要修復裡面那個堂 這個地方是荒嶺 外面是一大堆羊群、牛群 然後什麼都沒有 就這樣子 那今天就因為這樣直立的堂 所以在這裡是一個社區 八百年來 就是因為它做這個方法修復 對,修復它 那所修復的就是這個 裡面的 這個是外面 它裡面堂中堂 它有一個小小的一個堂 待會我們就會去看 就是要裡面可以碰得到 可能是因為修裡面的很累 所以乾脆把它外面碰起來 不會再壞了 這樣就不會受到外面的風吹雨打 所以它做夢是達米阿堂 那修復的是這裡 對 修復的是這裡 上面有看到那個聖座的 那個傘 聖座的傘 然後還有 你看聖母下面 是不是有兩個天使 兩個天使中間 有那個中座的標記 就是那個傘跟肘之間 所以鑰匙交叉 那拉克朗大學 這個標記 因為我們是捍衛中部 這是我們的學生證 來拉克朗 你先看一下 學生證 沒有啦 這是學生證的套子而已 哈哈哈哈 這是學生證在裡面 有成績的 他怎麼會把成績寫在上面